动画辅助的教材呈现类型 指的是在教学影片当中加入动画 来辅助学生的学习的一个效果 苏平老师 那在教材里面加入动画 有什么好处啊 那这样的好处呢 通常可以利用动画的视觉化的效果 增加学习者的意愿 或者是让他们更能够理解教学内容 那接下来就由我来示范几个 用动画制作的教学范例吧 步骤右进行显影 将这个金线融化成金球之后 透过压力跟超音波 粘连在这个板上面 然后再放入根底 记得要用一个倾斜的方式 让它跟三次元转动的一个连接 请选择目的地 好我们就选择任何一个目的地 比方选择试运 请选择张数 好我们选择两张好了 下一步 请投入金额 好我们将金额投进去 台北出发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AMS 然后再回到香港 这也是一个单程的行程 好将金生儿的腿部固定 住产人员取酒精棉球 消毒新生儿大腿中断外侧 这个正常的副主动脉跟副主动脉长流 压下去的这个触感是不一样的 从下毒可以 正常呼吸的话是胸腹一次 那吸气上升呼气下降 正常呼吸我们看一下 胸部跟腹部都是一起上升一起下降 那异常呼吸的话 像这一种类型 只有胸部会向上向下 腹部完全不动 那这种情况可能是腹膜炎造成的 另外一种异常呼吸的状态的话 就是吸气的时候 胸部是往上 但是腹部反而是内凹的 那这样的话可能是很可麻烦 亏损 也就是说 红色 销货收入 温度计比绿色 费用 温度计还长的话 差距就是利润 反之 绿色温度计 烹调是将食物放进塑胶的包装袋中 以真空包装机抽真空定密封 然后将其加热烹调 真空烹调通常是以低温烹调的方式来加热食物 通常必须以机器设备 看了那么多的范例 不知道你对于教材类型的特色 有没有跟进一步的了解了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讲解 能为你后续在设计教材的时候 有更多的画面想法 最后也谢谢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参与我们这一门 摩克斯卡通动画课程 那我们 有机会我们再见 谢谢 拜拜 那接下来我就来去示范 刚刚整个这一次这个作业 我的整个制作的流程 我就快速的讲一遍 那在刚刚那个作业的一个影片 我总共讲了三段话 那我就分别在Adobe Creator 其实我是输出三次 那我输出的话 我的这边其实 我并没有做什么大小方向的一个调整 我是到Premiere再去做 这个蝙蝠侠 这个卡通娃娃的一个 一个水平 镜色跟 它的一个坐标的调整 所以我还是 在这边做比较单纯的 一个录制 那我第一句话 就讲说 苏平老师 那在教材里面加入动画 有什么好处啊 那我就输出一次 第二次的tag输出的话 我就讲了说 那就由我来示范 用动画做的各种教材吧 这是我录的第二段 然后我又再输出第二次 所以我就有两个XML 那最后一段 就是我跟大家做一个Ending 想说谢谢大家来修读参与我们这门卡通动画课程 然后一样在这边我们再去做一个输出的一个动作 输出一样这三次都是输出成Premiere的连续图片 那声音的话就是WAV档 那好了之后我到我的Premiere这边来 那这边的话我是截取 我征求书评老师同意之后 我截取他的一个MOOSE on MOOSE Level 1的一段小片段 刚好这段片段是在讲动画的 那我的做法请看右边这边 一开始的话我就是画面是一个黄色 然后做一个文字淡入的效果 接下来我就彩剪一段鼠评老师在介绍动画辅助的一个内容 那讲完这个D句话的内容之后 我就把我的这个 我讲了D句的这个XML的转身的MP4档 把它读进来 读进来之后接下来就是我出现 那出现这一段其实我是不讲话的 我只是眼睛有一个眨眼动作 感觉我好像跟淑评老师做一个搭配的一个演出 那接下来我要讲话的时候 我就把淑评老师的画面我做一个定格 所以接下来我在讲话的时候 其实淑评老师他的画面是定住的 然后我就讲一段说 那影片里面加入动画有什么好处啊 所以这一段你可以发觉 我是在视讯轨第二轨 那视讯轨第一轨的话是淑评老师的影片 第二轨这个Batman Talk 1 是我讲的 那我讲的内容就是说 做动画有什么好处 那接下来 下一段淑评老师就是把这个动画做的好处 他就继续讲 那他说明完之后 接下来我又将淑评老师接下来的影片做一个定格 那当他定格的时候我就讲说 那就由我来介绍各种用动画辅助的数位教材吧 那这一段是由我讲的 那我讲之后接下来我简单的把我过去做的一些有用到动画的那个教学影片我都把它放进来 我都把它放进来这边 将近大概两分钟左右 那我整个动画教材示范完之后 接下来我又把左边这边淑评老师做一个ending的影片片段 我又裁剪一段过来 那裁剪一段过来内容就是说 他介绍了各种类型的摩克斯教材制作 那希望说可以激发各位老师跟各位TA的一些做摩克斯的一些创意 那他讲完之后 这是鼠屏老师的ending 那我想我也来一段ending 所以当我在ending的时候 我又把这个鼠屏老师做一个定格的一个设定 那他在定格的时候我就讲说 也谢谢各位老师跟各位同学来参与这一次的 那个摩克斯卡通动画课程 那完了之后 接下来就把这个背景音乐做一个播放 那这样最后画面再淡出 那我整个制作流程就是这样 那接下来就请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把这个作业你们把它做做看 那一样这边这个影片 还有我那个Adobe Creator的这个素材 还有我的动画范例素材等等 我都会提供在这个台湾Live的这一门课程 这个单元节点下方你们就可以下载 把这边的素材都下载之后 在Premiere去做一个读录 那当然这个声音的部分 我当然是希望各位老师 你们可以在这个Corector这边自己重新录制一下 不要用我已经录好了 因为你们的声音跟我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蝙蝠甲卡通娃娃我就开放 我不会告你们你们就尽量使用 那这个我已经做好的这个蝙蝠甲娃娃其实它功能已经蛮健全了 它可以向左飞向右飞 按A键的话它会生气 按C键的话它会哭泣 按H键的话它会微笑的表情 那算是一个已经做好一个已经可以让各位直接使用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卡通戏 这个行为我都已经设定好了 那就请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我们已经做了40个单元的教学内容 那你们就是把这个做一个成果 那我希望你们可以做得出来 那再次谢谢大家 拜拜 不对啊 应该用这个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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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